金牌魚一 艾葉一條根 強腰塞 散寒濕 解勞淚 萬寧獨賣 《論文》我沒什麼興趣看 因為不看都知道是悶死人無命賠的黨八股 但考慮到它可能是瀏覽兩世一的實事論文 這方面頗具歷史意義 所以就硬著頭皮看了幾頁中英文摘要 念中國人民大學本身是沒問題的 人民大學是少數開設拉丁與古希臘語課程的中國大學 培訓出不少研究西洋古典的大陸學者 這方面我很欣賞 但在人民大學念法律 《論文》仲實有介事、港佔中和一國兩制 這種明顯有指定答案的題目 這就很難翻白眼了 點開《論文》目錄 很多標題都彷彿從大公文會社論直接搬運過來 例如 真假普選是偽命題 公民抗命不能成為免責抗辯理由 《基本法》不是香港的小憲法 愛國者治港可防止反對派 假借民主之名行犯中亂港之實 但靠《國安法》還不能完全解決有關選舉制度的政治問題 完善選舉制度和《國安法》共同保證特區最基本的政治忠誠 諸如此類的黨八股 不管作者是否江文慧 都完全是意料中事 你向人民大學呈交這個題材的論文難道還可以扭出新花款嗎? 比較意想不到的亮點則隱藏在英文摘要中 我看了四頁中英文摘要 發現中英文於人的感覺大不相同 比方說中文版多處提及法治都不加引號 偏偏有一處例外 回歸後 一國兩制的實踐遷就港英時代的法治 以及法系的不同 日益造成一國之認同不足 兩地矛盾亦不斷積累 港英時代的法治刻意加上引號 表示江文慧原來不認為那個時代的香港有法治 就算有也只是所謂法治 如此有創意的新觀點 江文慧應該長家探討寫成論文才對 怎麼能夠只用一個帶春秋不發的引號 輕輕帶過就敷顯了事呢? 但看英文摘摘要 她非但沒有暗諷港英的法治 反而對中國表現得很有大膽批判精神 不止一次強調一國兩制有內在矛盾和衝突 看到the inherent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one-country-two-system framework th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are inherently contradictory等 甚至指基本法有些條文不清晰 unclear 及欠缺具體定義 lack concrete definitions 愿問愈下 For example, Article 158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at the NPCSC authorizes Hong Kong courts to interpret on their own the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which are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autonomy of the region is unclear Furthermore, Article 45 promises universal suffra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also certain key phrases that lack concrete definitions 不暗中文的人看了這段英文摘要 信帶一提 上文有不止一處的文法錯誤 以一位史丹福學霸來說 這種錯誤實在令人意外 可能以為江文慧會在民眾批評《基本法》含糊其次 沒想到相應的中文版原來是寫 多次社會事件顯示 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不存 法律條文的關鍵詞 如第158條的自治範圍、自行解釋 以及第45條關於普選的規定和判斷標準 或令香港社會始終未能認清 一國兩制中的特區自治地位 和權力限制 看中文版問題原來不再條文不清 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不存 即是說江文慧似乎認為 人大釋法應該更多、更密、更原備 這樣香港人才沒有誤解的空間 如果想了解中英文差異 不妨多比較一段 議上英文依然有文法錯誤 但描述2019社會運動的用詞 尚算中立客觀 但中文版就不同了 請看 近年香港社會亂象貧生 反中亂港分子對一國大有偏見 他們通過各類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治理架構 令一國兩制陷入危機 因此中央和特區必須讓香港社會深入理解 和接受愛國者治港的前提 才能穩健地推進民主進程 近百年最猛的碩士論文 大概是資訊理論之父 Claude Shannon在MIT寫的 Asymbolic Analysis of Relay and Switching Circuits 江文為這篇雖不能同日而語 但也不是全無啟發 這篇論文至少證明一件事 就算你從小念國際學校 史丹福畢業 周遊列國 活到救命呀的30歲 偉大的中國教育 還可以將你訓練成學舌的英武 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的個人意見 並不反映《大紀元》的立場 尤其中華